那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叠加特质的细节 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和说明 所以看 特质的声明呢 是从左到右 没问题 刚才我们已经证明这个事了 第二点 斯开拉在执行叠加对象的时候 首先会从后面的特质开始执行 即从右向左 反过来的 那么斯开拉特质如果调用super 他在调 super的时候呢 并不是表示调用副特质的方法 而是向前继续杂照特质 即向左边 如果找不到 才去调用副特质的 才去副特质杂照 那么第四点 如果想调用具体的特质 比如说老师 那不行 那你到那地方 我就想调用我这个 一个具体特质 我不想让他这样 我要打破他这个关系 也可以 那就说 如果你想调用具体的一个特质呢 可以通过这个范形的方式来指定 范形我们后面还有个章节 这个斯卡拉里的范形更加的强大 更加强大 有些符号你都看不懂 super特质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呢 我们加一个特质名称 即可指定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 这儿就是我们说的范形 其中范形有个要求 就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这个地方这个特质必须是该特质的直接操类类型 就是你可以去指定 但是呢 你不能说跳着指 你必须是它的直接操类的类型 那我举个例子 我们就以 还以刚才这个例子来走 同学们注意听 那同学们来 我就说一下这个第四点 打开它 我们还在这个代码说话 比如说 我们这儿有个fire fire式 我就这儿试 这次呢 我想干什么呢 我不想让它用这个默认的机制 我就想让它在这儿直接指定 我写一句话 我不删掉它 我这儿写一句话 如果 如果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 直接调用 直接调用 什么呢 data 是 的 in sert方法 可以指定 可以指定 如下 那怎么写呢 super 中括 里面写上data 是 点 insert OK 那现在呢 我把这个id传进去 那同学们看到啊 当我们这样写的时候呢 这个关系就 变了 它就直接 去执行 调用这个东西了 来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这个时候执行 随讯变成什么了 来 走一个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我们就运行下就可以了 前面这个顺序不变 构建顺序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执行顺序 首先找fire4 找fire4过后 找到它了 找到它就执行 向文件 向文件过去super 好 这个super 它明确指定 走data4了 那就 不会再到这边去看了 它就直接 走零了 走它的这个 直接操累 那么data4 试试什么呢 data4是这个东西 于是它就直接自己 插入数据 这句话就完了 也就是说 它就只有两句话 就是第一句话是 像文件 第二句话是 插入数据 什么 好 我们来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我也 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就OK 执行代码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呢 跟我们想的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同学们注意 这有个需要 同学们了解的 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指定这个data 人家是有要求的 我这地方也有整理 这里说明一下 说明 说明什么呢 就是super 这个data4 这个地方填的内容 就这个内容 这边这个内名 这个问号的 这个类型 必须是当前的 当前的这个 这个特质的 特质的 直接 直接特质 负特质 尼 负特质 负特质 或者说 尼再成它的 这个超类 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讲过 特质本身呢 也包含 这个类的概念 好 所以说有些人说 直接的 这个超类也可以 那么你看我改一个 它就不行 比如说 这个data4 我把它改成什么呢 你看data4 又继承了operator4 我直接改成operator4 你看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好 但我一改 好 从语法上来说 同学们好像看 哎 没报错呀 但是我一执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就会 出现一个提示信息 好 告诉你了 他说operator does not name a parent class 他说不是这个 4的一个parent负类 他直接就叫负类了 好 所以说呢 这点大家要注意这个 语法的区别 好 我就再把它改回来 同学们 再改回来 好 那到此呢 这个第四个细节 咱们就说完了 最后我要请同学们 做一个练习题 那么这个练习题呢 我改一下这个对象构建 混入的顺序 要求同学们说出结果 好 我现在呢 改一下 我找一个同学啊 看看这个输出结果是什么 那么我待会呢 要请同学说一下这个东西 好 我还是这样混入 来 各位同学 做一个小小练习题 好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题 练习题 练习 练习题 练习题呢 我这样写一个 把这个粘过来 然后我把这个颠倒一个顺序 我颠倒一个顺序 with db db4 好 然后呢 我们这边 vr一个 比如说 myseql4 上面已经有个myseql 然后myseql4吧 myseql4 然后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东西 print 我就直接调用myseql4 myseql4 myseql4 给他传一个999 好 现在请同学们啊 这个代码因为比较多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就是我现在要求同学们 说出它的构建顺序 和它的这个知识顺序 哪个同学来试着说一下 好 因为这段代码呢 没法全或者展现出来了 好 这样子啊 我找一个咱们学的不错的同学 你让我看了你的代码 我们来一起分析 好 我随机的抽大一位同学 咱们找一个班长 找一个班长 找个班长 班长一般都学的比较好一点 来 你 那个高 班长就找班长吧 来 班长你说下 来 班长你说 这个构建顺序是怎么样子的 好 先是找哪一个你说 是不是先找 班长四 是吧 所以说他应该是找到 Fyre四 Fyre四 这句话马上执行吗 这句话马上执行吗 是不是马上执行他 是不是不能马上执行呢 是不是他要去找他的复特质 是不是就找到代码试了 代码试找到了这句话马上执行吗 也不 是不是还是找operators 好 班长你这个接着说 第一个说完了 第二个应该是什么 构建数学 是 Data4过来的是吧 好 这个Data4 好 那么下一个是什么呢 Fyre四 好 说得很好 Fyre四 找到了 Fyre四找完了以后 然后还有什么输出吗 这个这个就构建完了 应该是找Db4了吧 Db4是不是在这了 那又怎么办呢 好 是不是Db 就直接输出Db 因为这个Data4已经被构建过了 好 所以说这样就写 好 这个就说完了 好 构建顺序说完了 执行顺序 执行顺序 那个班长来说一下 执行顺序 好 执行顺序你先说一下这个规则吧 你把规则说一下 应该先看哪个 是不是应该先看Db4里面的 这个Insert 好 首先我们找到Db4 Db4里面Insert 是不是应该先执行顺数据库 好 这个是先执行顺数据库 好 顺数据库里面呢 他遇到了一个Super 请问这个Super是找Data4吗 还是找谁 这个Super这方不能看Data4是吧 应该看Fire4 所以我现在要到Fire4里去找 Fire4是在哪里呢 Fire4是在这 是不是他就像文件 very good 像文件 好 像文件 好 这边我们写一个像文件 像文件 二 像文件 那么像文件完了以后 这边像文件突然出现了一个Super 这个 他就是 这个你怎么办 还要去 这个是不是就不用往左边看了 其实往左边看也没有了 其实这个地方刚好就 刚好就吻合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刚好就等下 其实这个时候相等的时候 其实你不写跟他刚好就相同 因为你左边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他找Data4 Data4在哪里呢 Data4在这里 好 他就输出了像插入数据 等于多少 好 大家请坐下 好 这个应该等于多少呢 我传进去的999 好 我们就分析完了 我就做一个练习 后面我就不再讲了 好 你们看这个执行的顺序 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 为了以示区别 我在前面先打一个分格符 好 咱就讲一次 后面就不再做错了 好 我们运行一小把 我们运行完了 跟我们看这个结果 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OK 我们看看几个几个 operators Data4 File4 DP4 像数据库 像文件插入 没问题 好 这个 关于这个细节这一块呢 我们就说完了 关于这个底下特质 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这些内容 当然后面还有地方呢 我再做 好 这是叠加数 叠加这个特质的一个细节 给大家做了一些说明 来吧 整理一下 好 这个就整理一下代码就OK了 同学们 来 走 我们插入一个箭头 当然特质的声音频 第一个 第二个 对吧 第三个 第三个 好 最后一个 OK 这边有个要求 大家注意看到 尤其是在这儿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是必须是操累的 你不能说 我随便指一个 我想让它往哪跑 就往哪跑 不行 因为你那样做的话 就打破了这个继承关系了 好 这个做完了 我们做了一个练习题 练习题 就是一个练习题 然后我们改变了一下 它叠加的顺序 让同学们来做了一个小练习 来 写到这里来 这个小练习呢 我就直接拿过来 给它看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 顺序就是如此 这般的 给它来一个 插入一个小标杆 好 同学们 关于叠加特质的细节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